今天要介紹的這台是滿貫大亨 然後就是打麻將 在家打麻將給爸媽玩的 還不錯 正常的話就是有投幣跟開分的兩種 都可以讓他上分 最近設定上市分是三枚 也就是你投一個硬幣是三分 然後這台滿貫大亨的話 最主要就是壓三分 如果你中到四番以上的話 就可以玩大滿貫 可以無限一直一直的玩藝滿 算是滿有樂趣的一台材質 然後只要壓分就可以開始遊戲 壓一分也可以玩 壓兩分最多壓十分 十分的話藝滿就會乘以十倍 也是中一次是 十元的話一次是五千塊 當然這台的話是沒有加退幣器 所以沒有辦法賭博 它就是不能有零錢掉出來 所以它就是純粹在家裡當存錢筒 錢都會在後面的機台的背後 一直存進去就會在背後裡面 然後你存到滿了 再去後面拿就可以了 現在還滿夯的 大家都要存錢筒 然後接下來就是按壓分完了以後就按開始 開始的話就可以進行換牌的動作 它是香港麻將總共是十三張 然後你可以換取你不要的牌 然後它會換 然後就正常打 然後它這個大概有停頓的話大概有幾秒鐘 應該是二十秒 它就會倒數計時會幫你自動摸牌 所以你打牌的速度也不能太慢 打太慢的話它就會一直打出去 有時候老人家一直看牌 到底要打哪一顆 你在等的時候它牌就已經又要打出去了 然後這個是一牌的意思 多一台 這邊有搬多一台 然後正常的話就是摸 那不要再打出去 都是這一顆 摸牌這個 五萬 我們有三四萬 所以這時候應該已經聽了 打七勺就聽了 聽牌以後它會自動的打牌或摸牌 然後它就會全部都自動了 我們聽四七筒 它剛才也有出現一牌跟你講你聽四七筒 它對面有四筒 如果你要按開始的話 我們聽牌以後可以按換到對面的牌 你也可以打 假設打它的八筒 四七筒 打六筒 如果你打二五筒的話 我們再換回去 總共可以換五次 換牌的話可以換來換五次 然後它如果聽到打二五筒的話 它有可能會打四筒 你就會呼 喔沒有它沒有要打 最後的聽牌還有三顆可以讓你拉斯多嗆死 也就是海底撈月 就是我們台灣麻將說的最後一顆海底撈 所以這個你可以自己選擇你要按哪一個 就三顆 在這顆 如果你摸到這顆的話 就一樣無牌 整個流程就這樣子 正常玩三分就可以玩大滿貫的 玩十分就算還蠻大的 但在家裡玩大應該還無所謂 反正就開分 你不用投幣 也不是外面的場子 所以都還蠻經濟實惠的 來個吃牌看看 打錯了 聽牌喔 聽牌喔 把一下吃的吃牌或 這跟我們台灣麻將一樣 中八百也都有台 然後這五萬也有台 五萬也有一台 然後斷腰九有一台 這個慢慢打他有很多台 香港的台數還算蠻多的 請發 一萬這樣如果老人家比較不會打 他覺得人家打一萬 那一萬我們明明也可以吃 那你就按這邊有個吃 這樣也可以聽 一二三四五六 五六六 然後打六桶 打這個 然後這樣 五了四桶 這樣總通通就只有一台 你壓三分就只有中一台 這一個五萬一台 這只有一盤 所以這一盤是沒輸沒贏 那這個還可以玩比貝的 按比貝以後啊 然後你就可以按 這組比貝 這個是可以比貝嗎 好 好 那就這樣子 有問題在下面留言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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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